一端 上台之前還包的寶寶 剛剛在後台也包的好緊 淑貞你很怕冷是不是 我怕冷 但我剛剛還來不到北京 我就一直到曼谷了 所以上台馬上就感受到曼谷 我本來想說我先到北京 然後感受一下那個寒冷 然後我才可以就是 因為德國威能的關係嘛 上就跳到曼谷 結果我一下就倒閉了 可能因為太溫暖了 而且現場大家可以感受到熱力也非常的溫暖 對不對 來不及感受寒冷 對 還沒來得及冷 所以今天 沒有耶 啊 這裡沒有 不是 我是說 沒有像德國威能這樣的地板設備 我剛開始得到 受到德國威能邀請的時候 上網做的 對 research 我第一個感覺是我非常的榮幸 第二個感覺是 KID 台灣終於 終於有這樣的廠商提供這樣的服務 讓我們都可以感受到 冬天不會再這麼寒冷 對啊 其實大家都在想說 台灣有這麼冷嗎 台灣真的就是這麼冷 你看前陣子還下雪了 那像這樣寒冷的冬天 所以你平常在家裡 你說你喜歡健身嗎 還有人 吃零食 跟台灣真的不會太平衡 對啊 但大家家裡放鬆的時候 大家就是看夜市嘛 吃零食 然後你會希望說在家裡 不要穿這麼厚重的衣服 但在台灣一直達不到這樣的願望 終於 快要可以了 前幾年出國的時候 一直覺得說 為什麼國外都有一定的設備 然後你 你到了任何一個空間 你就可以把外套脫下來 然後很輕鬆的走來就吃